这个男孩名叫赵紫超 他被诊断为先天性胸阔畸形 急需手术 但他却不愿去医院治疗 他说省下钱先救妈妈 原来赵紫超的妈妈月小乡 曾因宫外孕大出血 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怀赵紫超的时候又得了肾炎 继而恶化为尿毒症 十年来只能靠透析维持生命 2017年4月的时候 爱心网友获知了这对母子的困境 为这个家庭筹集了十万元 但是紫超却拒接手术 他说自己跑慢点就不会喘了 可是妈妈如果不救就没了 省下钱先救妈妈 她还把自己攒了很久的压岁钱零花钱 全部拿出来给了妈妈 一毛五毛一块十块厚厚一打 最终大家经过协商 将筹得的善款 一半用作赵紫超的手术费 一半用作月小箱的治疗费 为她的懂事和孝心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是售网友 感谢观看